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距離大選投票日剩下二十四天 所以我們看到稍早 第一場的總統政見發表會 已經宣告結束了 可惜的是對於最近 大家看到耐清德老家的 這個當時的礦工工僚被抹黑 被過度的關注 已經蓋過了選戰整個的主軸 蓋過了選戰的焦點 所以今天我們乾脆對三個候選人 我們全部支求對決 一一的來檢視他們這一些有關居住正義 有正義的這些房子的事情 把他講清楚 土地的事情把他講清楚 我們不管是藍 不管是綠 不管是白 我們把他們這些相關的議題 讓大家來了解以後 我們來看看到底誰有理誰沒理 尤其有的人佔用國有地 有的人是違規使用農地變成停車場 有的人是收很高的租金 大家來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前幾天被爆出自家農地變成了遊覽車停車場的柯文哲 他說他會請遊覽車移走 然後呢要把上面的瀝青水泥鋪面等等要把它拋除要把它打掉 所以各家媒體在那邊等了一天 遊覽車是離開了也圍起來了封鎖線 要沒注意看還以為是刑案現場 不然用這種封鎖線真的是奇怪 不過說好的怪手沒有出現 民眾黨新竹市黨部竟然說 通常要先見戒才能夠做拆除 那這我就是專家了 我打過很多土地官司 我要問見戒 奇怪咧 柯文哲 你是應該你應該屬於分別共有 你不是應該不是共同共有 你是分別共有 共有二十四分之五 所謂的分別共有是在這一塊地上 每一個點的抽象的存在二十四分之五 所以每個地 整塊地是通通違規 通通要拆掉管理那個地主是誰管有幾個人 所以為什麼要見戒呢 所以顯然如果要見他的二十四分之五 只拆二十四分之五 那叫找死人 那個在法律上是不通的 我明講 那如果這個見戒是要跟別的土地要見戒 那我問一下 你在當停車場的時候 你沒有先見戒 沒有先圍起來 怎麼 你把別人的地當作給人家停車 你收 你收租金啊 你收停車費啊 也不可能嘛 所以你要當停車場之前 也應該是見過戒嘛 所以我一直想不清楚 我打過那麼多的官司 我一直在想 他所謂的見戒指的是見誰的戒 怎麼見 大家都在問 你怎麼一回事 問問你們的黃珊珊吧 他也是法律人嘛 所以大家在問 你真的要拆嗎 拆的真的要恢復農用嗎 還是要等都市計畫出來以後 也許以地幕變更 使用分區變更或等等 他就可以賣掉發大財呢 網友在質疑耶 還有這十五年 你到底收了多少錢 繳過怎麼樣的一個稅金 說清楚 大家在問嘛 這麼多的議題 包括侯友宜 一百零三間大群館租給學生當宿舍 每一個房間變成一個獨立的門號 這樣子就可以不必交房屋稅 請問你省了多少稅金 為什麼可以這樣搞 還有你一坪可以租到平均三千塊台幣 那種地方 你有沒有對學生剝皮 很多人在問 那你叫做剝皮療 這怎麼一回事呢 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資深梅田 我們的曾佩芬 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的實質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梅田 林玉菲 小汪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資深梅田 王世祺 世紀 大家好 我們的高雄市市議員 黃少廷 少廷 雙國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王傑平 大家好 我們看一下 美麗島電子報第93波民調出來了 還有另外一家民調出來了 值得大家來關注 先看看民調的相關報導 勵拼2024入主總統府 藍綠白三陣營主帥情報基層 民進黨的賴清德 禮拜四將啟動四天三夜 環島拼圖造勢 而柯文哲則鎖定在新竹高雄拼站 聲援韓粉 柯粉 鍋粉 三軍挺柯P活動 國民黨的侯友宜 禮拜六將在凱道大造勢 寒話要號召雙北4萬人上街頭 黨內大咖都將到場 要營造藍營大團結 麗品選錢 黃金交叉 賴喉科三人 陸戰空戰齊發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顯示 賴肖沛支持度高達35.2% 侯康沛則是落後4.6% 排名第二 柯銀沛支持度 依舊墊底只有19.6% 最近所有的民調顯示 侯康沛不但文件上牙 而且已經進入黃金交叉期 我們不斷要積極努力 要拼到最後一分鐘 最後一秒鐘 我們相信最後勝利成功 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還是有10% 10%出頭的沒有表態 就表示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 把它拉得更大 就算民調穩定領先 但民進黨不敢大意 因為除了不表態率高 選民會不會出門投票 都是左右選戰重要關鍵 現在的表態率已經超過85%了 事實上投票率不會這麼高的 我們要把我們的支持者 在投票那天無論如何 要請出來支持我們 不能夠說表態而不出來投票 綠營喊話再喊話 要支持者一起戰鬥到投票截止 那一刻2024總統誰來當 下個月13號投票日見分枭 我們先來看一下相關的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 第九十三波的民調 看到耐清德三十五點二 那這個侯友宜三十點六 只差四點六 有稍微拉開 但是仍然是蠻接近的 那當然我們看到柯文哲十九點六 再看一下 這是ET TODAY的 哇 膠著耶 耐清德三十五點九 侯友宜三十四點七 那幾乎是膠著了差不多了只贏一點點 然後當然我們看到後有 這個是柯文哲十九點六 不過要讓大家看決戰倒數 耐消費的慎選方程式有三部曲曝光了 萬人造勢要來吹票 環島拼圖 戰路口 還有十九場的造勢晚會 選前的黃金洲全台大車掃計畫等等 號召環島大團結 臺灣贏德美 方拼 力拼勝選 又用所有的力量要來拼勝選 所以看到挺美德 選隊的人 走隊的路 環島拼圖等等 哇 這個蠻有一個戰略出來 但是我看到侯友宜 還有柯文哲也不是沒有戰略 所以時期 是 怎麼來看這三個候選人 他們的各自的戰略 在最後的這個三個禮拜 多一點點的時間怎麼做 因為選舉剩下最後的那個衝刺期 所以你一定要把所有原本盤 當中的那個熱情 熱度 每一票都催出來 所以民進黨現在看起來就是從南到北 這樣子掃過一遍 把這些所有的支持的力道 每一個都變成選票 每一張選票都要出來投票 所以掃過這個陸戰 然後所以也辦大型的這個會 然後也有讓大家來參與說 排字啊什麼的 就是有一種全臺大動員這樣子的概念 那國民黨當然陸戰也是強 所以他們也要辦很多大型的這種造勢晚會 好 那柯文哲就是因為他比較的確缺乏陸戰的組織 所以到目前為止仍然看到他比較經常性的出現在KPTV上面 然後東罵罵西罵罵 就是他的戰法是仍然是以空戰為主 因為他沒有辦法打那個陸戰 有點像毛澤東剛剛開始在對國民黨打仗的 那個叫做游擊戰 有一點點 但是他也有試圖要弄陸戰 譬如說他有跑到臺南去辦一個場子 就是說他也試圖說還是要有一些點綴式的這種陸戰 不過國民黨可是給毛澤東的游擊戰給打垮的 所以國民黨要注意喔 所以的確我我會覺得啦 其實不管是這個藍綠白哪一個陣營 在最後階段都要都應該要小心要提防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就是說你看那個民調藍綠 其實差距並沒有拉得很開 也就是說最後如果國民黨假設 因為他們的支持者凝聚 然後投票的積極度是強的 然後最後再這個號召一下郭台銘 然後想說哎呦這個至少三趴的經濟學名等等的 國民黨會不會就就是最後那一股氣就衝上來 我會覺得賴正營要特別當心 那民進黨會不會有最後一股氣衝上來 就把他們都見面 我覺得民進黨就是穩穩的穩穩的 但是這個穩穩的能不能夠衝出那一股積極的氣 很重要 所以必須要在最後這個階段賴清德蕭美琴 要把整個盤裡面的那個積極度拉出來 讓大家都有同樣的參與感和危機感 你要有危機感選舉才會贏 嗯 才會每一票都入軌啦 這也是很重要 危機感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個民調會不會讓民進黨產生危機感 那所有的衝出來呢 大家也都在拭目以待的時候 我們講過 我們一開場就講 今天我們就來直球對決 三個候選人你們對居住正義的整個態度是什麼 那當然現在看到藍營白營用負面的選舉在打賴清德他的老家 所以我們現在解釋一下 三個人都有相關的這些問題 不過我們從耐清德開始來檢討一下 藍白緊咬耐清德的老家 萬里鄉親民不平說 他沒有佔有國有地 沒有欸 當時這是公了欸 耐清德的老財並沒有佔用國有地 卻因為選戰炒作 打亂了平靜的生活 在野黨恆不厚道 喔 當時這是萬里居民 他們在講這些的 其實不但萬里居民 有礦坑的地方 包括瑞芳 九份等等這些地方 甚至英哥三峽 還有很多 有譬如說平溪 大家知道 金銅 這些有礦坑的地方 因為我在平溪教過書啦 那邊都是礦工的孩子 我接到我學生的電話 今年大概五十幾歲了 他打電話跟我講 真沒道理 我們家也都工療 老師啊 你跟他講啦 所以我跟大家講 現在引起了全國所有這些工療的不滿 大家看 黃定宇說 奈老家屬於跟老舊建村 高處等建物一樣的相對合法建物 沒有違法營利的問題 柯文哲自己兩千零八年取得了農務用地 違法使用每月賺進遊覽車停車費租金十萬元 前瑞芳鎮的鎮長回憶當年聲援說 臺北縣長蘇貞昌推專案來解決這些礦工工僚的問題 可是為什麼侯友宜不解決呢 奈清德老家鄰居爭取合法國土署說明年有機會 我再讓大家看 現在他們打說奈萬里老家 宜有特勤人員清掃 用宜 然後讓大家來產生疑問 國安局說有維安 但是沒有打掃 這是他們請的功能 這不是維安人員 維安人員 因為只要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要到的地方 一定要先去 我們說先遣人員 一定要看看所有的維安等等 所以當天先遣人員是協助該預所 一名著彩庫者工人移除清潔工具 特勤從未被派遣從事清理工作 因為不可能這樣子做 所以皆由那家親友與委託有人來打理 未曾委由國安特勤協助 其實讓大家講 奈清德的伯父伯母就住這裡 都他在打掃 因為我跟他去過這個家 我知道 該處鐵皮工藥過去當作倉庫使用 目前國安局確實有花費進行內部整修 當作聯絡 指的是這一間 為什麼呢 因為衛奈清德老家 蓋維安宿舍 內幕曝光 改裝這一間倉庫進駐特警 因為必須進行內部整修 當作聯絡辦公及進駐處所 就是總統副總統的維安 從蔣介石 蔣經國 李登輝 馬英九都一樣嘛 所以歷任總統及副總統的官邸及援助所 原本就會派遣維安人員在附近租屋當作 據點進行安全維護 這本來就有的嘛 為什麼這個時候就開始要講這些問題呢 朗東怎麼看 對 這表示說 所謂特勤在打掃 就是誤會一場啦 只是剛好有那個清掃公園穿著迷彩褲 因為大家都可以去買迷彩褲嘛 然後剛好那個照片就被Google那個車拍到 就讓人誤以為特勤 事實上剛勇哥也講得很清楚的 特勤在那邊呢 就是跟所有政副總統都一樣 他的援助所 就是老屋的話呢 所有政副總統從歷任以來都有在打掃 更重要的是 昨天內政部的國土署 他把真相給還原哦 他說呢 這個所謂的礦區的地 從2011年 2017年 都有去補助新北去做都市計劃區域的一個變更 然後新北呢 確實一開始在2019年的這個時候 有呢 跟內政部去提出呢 來說呢 要去 要去這個變更嘛 然後內政部就回省是說 接下來計劃呢 要請新北這邊去協助民眾辦理鑑定 但新北市政府後續並沒有請內政部進一步協助 意思是什麼呢 就屬於這個萬里這邊或是礦區這個地 不值錢啦 新北覺得我不要花那麼多時間去做都市規劃 不要去提 溫載郡這個比較值錢 三百九十七坪請恭喜一百二十萬坪 哇 弄下去之後那個建商啊 然後非常多這些都市開發利益等等 侯友宜就說是政績 但是原本是應該要處理的這些台灣比較窮的 比較基層的這些老礦工 他們這些老房子 新北市的採取態度 就是問一下內政部之後後續呢就不處理了 所以你看一個有錢的溫載郡 侯友宜就變政績 然後呢 新北這邊就在那邊擺爛 然後最後就是說 怎麼那新的人都不處理 事實上這個賴副總統的態度一直都是說 這其實就整個區域都面對一樣的這些礦工工僚問題 應該一併去處置 然後所以回過頭來去講的是說 侯友宜他這樣去檢討別人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一併處理嘛 因此我就看到是說 現在大家都在講啊 侯友宜他那個文化山上一百零三間套房 五坪就給他住一萬七一個月 你知道那邊其他的文化套房 我來找一下這租屋網站 別人租六千八啦 他租一萬七啦 這個六千八就是比較遠一點 有六百公尺 他那個地段更好 所以說只有一兩百公尺就到學校 就因為這樣給學生租到五坪 一萬七千塊錢 那就是對於學生來講 當然是一個非常沉重的一個負擔嘛 等於是很多文化同學 他必須辦公辦讀 去打工才有辦法去支付 侯友宜的租金 他這樣子去賺學生的錢 換一百零三間 他用這個切割的方式來逃稅避稅 還持續地去攻擊賴清德老家 這樣的一些乾苦人 他們過去生活的工僚 我覺得是非常不厚道 也不合情理 我們再看看網友怎麼做梗圖 網友說 讓臺灣更好的這一個網友說 這是礦工遮風避雨的小屋 而且是在建築法都市計畫法實施之前就有的工僚 工僚而且在非常的山上 你們如果去過的話就知道 那有到山上啦 沒公車啦 連公車都沒有啦 非常偏遠的地方 前面的一條路非常小 兩輛車就很難錯車 好 然後呢 這是政府給某族群的眷村 請問這些眷村有沒有建築執照 這些眷村請問當時有沒有什麼違建什麼的問題 都沒有 然後眷村改建成變這樣子 一大堆當時郝伯村本來也有一間 後來被人家踢爆了 郝伯村說我放棄 所以才變沒有 在臺北市最精華的地段 我記得至少郝伯村來放棄了 他是個上將至少他還放棄 所以他看到了 所以KMT國民黨網友的梗圖說 你看把他變成這樣子 哇 這麼棒這麼棒 結果反過來笑這裡說 你什麼時候猜萬里地堡 把萬里這個當作地堡 這樣子騙人家 結果他們自己是這樣子 所以這蠻有意思的 網友是很有梗圖 怎麼來看呢 其實我我從那個 剛才美麗島的這個民調 第九十三波 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九十一 九十二到九十三波 那儘管說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拼命地在打 賴清德在萬里的這個老家 一直說他是什麼賴皮屋 一直說他這個賴著不走 但是他們的民調並沒有往上 反而還往下 微幅地往下 可見打這個議題 並沒有在民調上面 有任何的作用 而且我們在上個禮拜 其實也看到很多網路上面 對於這個議題 大家的反應是冷感的 對這個議題 除了說政治人物 你看到他們拼命去打卡 但是一般的民眾 他們真正有感的只有十五趴 對這個議題有感應的 他只有十五趴 所以是相對低 那我覺得這幾天越來越多的 因為大家把他比這個礦工的公寮跟眷村 剛剛那個眷村 還不是最好的眷村 最好的眷村 其實是臺北市有非常多的將軍村 他們都位於敦化南路的附近 還有和平東路等等 像成功新村 那個也都是成功性 那個敦化南路 那個張軍村也是在敦化南路附近 那個是真的不得了 東路這個臥龍街 以前的婦聯新村等等 那些現在一坪在附近的 大概都超過兩百萬 那一戶以將軍村以六十坪的話 大概都有的都上億元 因為他的那個房子 真的是管理得非常好 而且在那邊是扎扎實實的十坪 他的六十坪是十坪六十坪 他的三十五坪是十坪 三十坪 他沒有那種公設的 他沒有公設 什麼三十坪 他沒有 他十坪六十就是六十 所以為什麼他的價格會特別好 那你看到說 竟然他們糾結在賴清德的這個房子 然後其實我講回最原始 剛才朗東已經把那個法律的 這個架構已經跟大家講 我再把他往前講一點 這個是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我們看到所有的臺北縣的縣長 以及這個新北市的市長 有曾經要處理的這個礦工的工僚的問題 蘇貞昌是其中的這個 其中之一了 因為只有兩位 蘇貞昌是其中之一 他在民國九十年的時候 他曾經公告要處理 但是我們新北市的市長加上臺北縣的縣長 從民國七十七年 有就是礦業法廢除以來 有林峰正第一任 然後後來有游卿 有蘇貞昌 然後到後來周錫瑋 朱立倫 以及侯友宜 除了蘇貞昌以外 沒有任何人要去處理這個礦工 地木變更的問題 所以是新北市政府的工程 他自己的怠惰 他自己的工作 他應該要去做地木變更 去方便這六千戶左右的礦工 他們能夠把他們的房子 能夠真正還給他們 能夠真正才安居樂業嘛 但是你自己怠惰 你跑去選總統 你放任這些的礦工 他們的後代在這邊 為了自己那個二十坪 那三十坪的房子 在那邊提心吊膽 侯友宜 然後你滿腦子 你現在都是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草山剝皮寮的那個房子 我們現在看到學生 你要知道 陽明山就是文化大學 因為有很多學生 住不起這個宿舍 他們選擇的是騎摩托車 公車不方便嘛 那他們選擇是騎摩托車上下學 結果在養德大道上面 造成多少學生發生車禍 你有考慮過嗎 你把房價訂那麼高 你有考慮過年輕人的安全嗎 結果他竟然有本事 去罵賴清德 這種的這種相對剝奪感 我覺得這是造成 他的民調會下滑的原因 我們看看柯文哲名下的農地 違法當停車場收租 民進黨問說 你十五年來收入多少 有報稅嗎 有嗎 柯文哲到現在為止 沒有回答 請你說清楚 請你說清楚 再看看賴清德的 礦工工廟寄存建物 被抹黑成寄存違建 寄存的建物便寄存違建 農募用地非農用 且違法收租十五年 指的是柯文哲 不僅涉及逃漏稅 違法抹取長達十五年 無本的停車收入的租金暴利 所以戴偉山說 侯友宜還是不敢公開租約 租金年收一千五百萬 還是兩千四百萬 你要講清楚 所以大家來問這個時候 看看這是侯友宜 他的一百零三千 因為他就在文化大學旁邊 因為文化大學學生最多的時候 都一萬多個 一兩萬個 所以隨隨便便 非租這裡不可 所以在供需上來講 他不怕租不出去 所以租金訂得很高 奈老宅是安身立命 侯大群館科買賣農地都在牟利 然後最主要是侯友宜 他把每一個房間 這是一個房間 他把它變更成一戶 所以這一戶裡面 因為每一個房間 只有一個房間 四平五平 他的建物的整個 所謂的建物的價值就降低 降低以後 低於一定價值 都不必交房屋稅 本來每一間房子 如果三個房間 是要交房屋稅 他把它分割成三個號碼 然後就不必交房屋稅 他單單這樣省了多少房屋稅 所以呢 他這樣子請問 他有照顧年輕人嗎 所以每個人都在問 這樣好 佩芬姐 我想大家有講了很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 賴清德的那個房子 會變成這樣 我覺得一些網友 以前沒有這些問題 就自己在那邊編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大家沒講到 就是特勤人員在那邊住 你知道嗎 剛剛主持人特別講到 兩蔣時代就有 確實是 因為大家講說 賴清德也沒住那邊 那是他兒子的名下 但是我必須講 蔣經國那個時候 他自己住在七海 所以一定有特勤人員 但他的小孩子住在別的地方 也有特勤人員 尾安 就他的包括他的子女 以前蔣介石時代 我舉個武林農場 山上有一個地方叫桃山瀑布 非常漂亮 可是一般人不能上去 因為這是他刑管的一部分 上面告訴你 不是只有危安人員 還有軍隊住在那裡 所以所以我就講說 有危安人員 包括他的子女 因為我常常跑他們家去 那然後有一次 那個特勤人員 真的是帶槍 核槍實彈 因為有一次那個 蔣孝文的太太去接女兒 蔣有梅 然後回來的時候 就直接到七海山莊 但是沒有先告知 結果他們的車子 一開進那個七海山莊的門口 那個憲兵就拿著槍對著他 對著車子 沒有通報 沒有通報 因為不知道哪裡來的車子 不知道哪裡來的車 對 然後就 那個憲兵就拿著槍 就對著那個車子 對著蔣孝文夫人 蔣孝文夫人 然後蔣永媚去接了 然後回來 那個車子因為沒有通報 所以那個不知道 有什麼車要來 所以維安人員會住在那邊 但是他那個已經蠻 那個通常就是說在方便 在像蔣孝文那邊 就是他在那個 那個樓房的那個旁邊 真的有一個類似鐵皮屋 就給他們這個待在那邊 所以那個賴清德家 那個在旁邊那個農具的 那個地方把它弄成一個 把它劈成一個維安的 那個警衛室 一個據點 我覺得是很正常 但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大家就講他自己也沒住 他兒子的名下 但是就算他兒子也應該有人維護 當然現在時代不一樣 但是從長期家一直到現在 本來相關的家屬通通要這樣維護 這很正常 但是事實上賴清德 他還是有到那個地方去 對 他有時候會接待外人 坦白說 因為那次我有問他 Rosenberg來的時候 我說你到底跟他談什麼 他說沒有 我帶他到處玩 包括到他家 對 他老家 對 他老家非常地純樸 其實他的家 對 客廳一進去 所以事實上有維安人員很正常 他的家回去他什麼都沒有 就他爸爸跟他媽媽的遺像掛在那裡 然後那個非常簡陋的一個家具 就一套很差的沙發 我可以這樣講 木頭的 連那個墊子都沒有 然後他爸爸媽媽的遺像在那裡 因為他爸爸就在那裡去世了 就在那裡的礦坑 媽媽也在那裡去世了 所以他固定時間會回去祭拜 因為他爸爸媽媽就固定 然後他要回去看他的親人 因為這一家隔壁這一家 就是他的伯父跟伯母 當時是在照顧他們家的這些孩子 因為他爸爸很早就去世 伯父 伯母就住隔壁 他伯父也是礦工 都在照顧他們 所以那一種感情 我在講說 有的人不知道 所以說這個時候 少廷 打這個得到你 所以乾脆辭求對決 講說 你這個得到 照顧年輕人 侯友宜 你的一坪租到三千塊 我說了 拜託位 在台北市一坪也沒有租到三千塊 然後這個農地來當停車場 這樣才有得利 我想選舉到了 尤其總統候選人 尤其這幾次大家都是 怕家裡有關係 就是說你們農舍 或是你們有危險 或是說你們 譬如柯文哲 這就是他的農地上面 紀念還有普達媽媽在用場 大大遊覽車在收錢 所以你會發現說 尤其選舉 像二十四天而已 大家都在 每周金庫庫 在聽這個政治新聞 在聽這個選舉新聞的時候 我們回來說 賴副總統這個房子的問題 最近是要跟他說特勤 是說他內部到底生成怎樣 因為現在這個議題 有很多人在注意 有很多人去建廠看 我覺得重點只有一個問題而已 我要請教就是說 到底他是不是危險 危險 你說得很模糊 有說這個英雄是一個礦區 礦季群當時的房子 這都沒人否認 現在重點是說 他的房子兩千年附近 有還建廠座座嗎 答案是有嘛 所以這就危險嘛 你若是對四五十年前 那時候一直放下來的 那時候的一個礦區的療法 那沒有問題 那問題是他真的就有去改變過了 這個情報市政府 他的主管資料也有出來說 對 市政府也說一句話 他是既存 重難說違建 既存違建 因為是在臺北市政府 他的電線 那條線之前 對 那既存違建 拍照 存查 沒有錯 既然拍照存查 列管 就沒有事情了 為什麼還一直講 他不能叫做違建 所以他不是違建 我們退一萬部 退一千萬部來講說 他是違建的話 那也是就違建 對 現在有十八萬部的違建 那你為什麼要單挑建 我都依法行政